看一下这对冰情水的兽头 兽头的意思是什么呢 古代有五大神兽 但是兽的意思 它就是招财避邪 然后呢 寓意自己僧龙活服 就是给自己增加气产的 非常好的一个寓意 一大一小 是冰情水的一个料 可以呢 男的带男款 大一点的 女的话呢 作为一个小的这个界面 就是作为一个夫妻款 或者情侣款 都可以 非常有意义的 它就是我们说的 小雕件的一个界面 是时尚个性 不知道宝宝们喜欢吗 这对兽头 这个冰情水的兽头 我们近距离给宝宝们 看一下它的雕工 这是一个纯手工雕的 一个兽头 雕工线条比较的细腻 肿水呢 非常的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大的那一颗啊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背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橙色 这种高冰情水的料呢 也是非常少的 因为现在的好料是越来越少 能做到这种界面的这种料的话呢 不达到一定的肿水 是做不了的啊 所以说这颗高冰情水的兽头 非常的好看啊 这是一大一小 典型的情理款啊 可以一起 也可以单挑啊 喜欢的粉丝宝宝们 看过来哦 来再给大家重点推荐一颗 高色高肿的一颗小马鞍戒指啊 这是一颗女款的戒指 它这个淡面的形状呢 像一颗小馒头一样 戒面的一个厚度 是比较饱满厚实 就像一颗小馒头一样 像这种戒面呢 是舍得非常用料的 它界面的这个里边 带有一点点的这种黑色的小宽点啊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它的美感啊 因为它是一颗纯高色高肿的一颗戒指 只有达到这种高色的级别的料 它才会森这种宽点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18K的一个 玫瑰金作为镶嵌 然后呢 是一个非常中性的 时尚的一个款式 马鞍戒指 寓意也非常好啊 它是一个中性款 就是比较实善的 简洁大翻 非常美啊 这个呢 是一颗大千素的戒指 差不多就是要过万 这种一个价位啊 像这种戒面呢 你带出去一颗 就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 它的颜色在这里 比较粘写 比较美 又辣 肿水又好 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界面了 那今天 燕子再给大家看一颗 也是非常特色的 白色的小佛宫 这个小佛宫的话呢 是一个小裸料 就是还没镶嵌的 我们通常称之为裸料 这个呢 可以自己去镶嵌 这个呢 建议像一个锁骨的一个小吊坠啊 像这小颗 种水非常好 肚子呢 带有一个淡淡的一个果律 然后性价比也蛮高呢 就是这种小千素啊 香茧出来的话呢 价值感就出来了啊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在这个精美的小佛宫 就到这就结束了啊